塔主他看到了什么 他都败了 而且 苍穹之心也被灭神父辅主顺利夺走了 尊兄 你没事吧 塔主大人 内塔之主和十大神斩老的身影 立马闪现到了最高塔层中 来到塔主的身边 搀扶起他 随后 拿出一枚至少是神之八品之上的丹药 递给了塔主服下 在服下神之八品的丹药后 那惊人的药效 立马发挥 塔主也是立马运转起自身的神力 消化着这枚丹药 片刻之后 刚刚重创的伤势 很明显地有所好转 原先苍白的脸色 也稍稍恢复过来 不过 想要彻底地恢复伤势 至少都要一段时间疗养 如果是普通伤势的话 这枚丹药可以很快地复原 但是 在塔主服下之后 也只见恢复一丝 就说明 塔主刚刚被一股极其特殊的力量所伤 至于是什么力量 谁也不知道 硝烟以及吴雪他们 都飞升来到了丹神塔的一百层 看着两道缓缓走来的身影 丹神塔塔主 也在这个时候 缓缓地睁开双眼 尊兄 见丹神塔塔主 稳定了伤势后 内塔之主便 是有些着急地关心道 木宗 我没事 你们不必担心 塔主摆了摆手回应道 可他说话的声音 则是有着沙哑 看来他所受的伤 不是普通的伤 师祖 吴雪来到塔主的身边 扶着他的手臂 脸上挂着担忧之色 没有了往日的俏皮笑容 丹神塔塔主 伸出他那粗糙 带着一丝皱纹的手 和矮地摸了摸无血的头 笑着道 雪儿丫头 师祖没事 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 过一段时间 就能够恢复了 硝烟感受到 自己这位九品药神师父的气息 发现他的体内能量 有些不稳定 仅仅一招 就将大道极限主 神机出如此严重的伤势 这灭神符的底蕴 实在是太可怕了 师父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 你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势 而且 你的伤势仅仅凭借 刚刚这一枚丹药 那是无法彻底的恢复 就在硝烟说完 一旁的行神斩老 则是一脸怒意袭来 呵斥道 小子 别给我乱说 不要以为 自己获得了 炼神丹大会的第一名 成了塔主大人的 清传弟子 就胡编乱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火眼金睛吗 好像硝烟获得第一名 以及成为 塔主大人的清传弟子 这位五行派系之首的 神斩老 似乎极其的不满意 行神斩老 你这话说的不妥吧 见到硝烟被呵斥 天地派系之首的 聂神斩老 则是看不下去 直接反驳道 看到两大派系的首脑 即将因为这事情争吵起来 丹神塔塔主立马出手 制止下来 道 你们不要争吵了 我的这位新徒弟 说的没有错 我的伤势不是普通伤 想要凭借神之八品的丹药 还不足以让这个伤势好转 什么 五行派系的几位 神斩老 有些震惊 没想到 竟然亲口从塔主大人的嘴中 说出同样的话来 然后丹神塔塔主身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苍穹之心最后还是被夺走了 灭神府这事情 老夫鸡鸡下了 塔主大人 要不要我们发出 丹神塔的号召令 召集诸神 万界中的药神强者前来 一起杀入灭神府中 夺回苍穹之心 行神斩老也不甘心 自己重点守护的苍穹之心 竟然在他们的面前 给人夺走了 换谁都忍不下这口气 当行神斩老说出这话的时候 丹神塔塔主力马出声回答道 不可 现在还不是时候 毕竟灭神府也不是好惹的 贸然进去 反而对我们不利 刚刚与灭神 父府主对战 我有信心不败 可是 在我与他对战的最后一刻时 突然间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道诡异的面具 那魔脸面具 仿若是黑暗深渊的入口 其中蕴含的邪恶与恐怖 甚至 还将我召唤 进入了一个诡异领域 在那个领域 我无法确切地形容它 只能感受到 它那几乎要吞噬一切力量 包括我的大道神力 也无法在那里面引动 更明了地说 就是我的丹道 在那个充满诡异的领域中 都被化解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此刻 四周无比的安静 他们从丹神塔塔主的口中得知 塔主大人的丹道之法 在那个诡异的领域中 被化解了 究竟是什么领域 可以做到这般恐怖的事情 竟然连大道都能够吞噬 那可是大咒的道法呀 充满着无比玄妙的道义 就算是 他们这些半道神 花费数几十万年的代价 甚至几百万年 都无法领悟出完整的大道 一旦领悟 就能够迈入大咒最高的神境领域 主神之境 成为一名大能者 只要一出手 就能够引动大咒中 属于自己的大道神力 这就是主神的恐怖所在 可现在 这样的大能者 竟然败了 而且还是败得如此彻底 这也是让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塔主大人 这灭神福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诡异力量 竟然能够化解你的单道之法 这个问题 也是困扰在众人的脑海中 单神塔塔主的目光 在四周扫过 望着上空那被撕裂开的破碎空间 他的眼神 试图在其中寻找一个答案 他闭上了眼睛 感受着体内 那传来的不稳定能量 回想起刚刚那道 磨脸面具的诡异领域 结合着苍穹之星的大秘密 他都要一一揭开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终将会来临 灭神福 似乎一直在收集苍穹之星 只是目前就连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收集苍穹之星 要做什么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们正在推动着一个大计划 而这个大计划 怕是与苍穹之星有关 单神塔塔主 也将自己所能够猜测出来的答案 都说了出来 因为从刚刚那道磨脸面具的出现 首次让他 都感到了危机 同时也让单神塔塔主 认识到 灭神福的可怕抵御 以及那来历都极其的不简单 与他们交手 就仿佛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交锋 他们的真正身份 究竟是什么 大家好 材料